居民小心翼翼的装上防水闸门 再用卡榫用力转紧 相机发布台风警报 麻烦各位乡亲做好防财措施 基隆大五轮地区 不管是商家还是家户 都装上150公分高的防水闸门 居民会这么担心 不是没有原因 我们在东西这边有 地区每个家户都一楼下都装防水闸门 所以我昨天晚上广播 请我们那个装主尼的地医 把自己家前面的防水闸门 就担心台风来大五轮溪流会容易暴涨 河水一流 大五轮地区的周边居民 这次做足了准备 装很久 因为装很多是他们技术应该都OK 对对对刚开始可能 因为我们这边缘了好多次 那心都会有准备 这里有五轮溪 所以第一次比较有遭遇低洼 怕雨量太大 那我们跟触控手要人抓包 然后让整个民众可以来 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夺子 那这一次因为雨量可能伏地 会比较大一点 大浪直接翻越防波堤 掀起一阵一阵的浪花 不止海大附近出现了巨浪 万木山也出现了4.5公尺大浪 海浪不断地冲击岸边 已经看不到海星游泳池的样貌 另一边金融港虽然风浪海不大 不过相关人员跟时间赛跑 用出重绳子将船只军舰牢牢细紧 烟花台风渐渐靠近 加上刚好是涨潮期 地洼地区要沿防海水倒灌 记者黄烧民金融报道